这台美国经典肌肉跑车 今天是50岁生日 台湾的庆祝活动也没有缺席 内机班隆起的引擎盖 经典的跑马是韦德 美式纯种肌肉跑车 四辆车排排阵总价近千万 近他现在已经50岁了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前 能够参与他的下一个50岁生日这样 开一台车 然后居然跟全世界 其他的车组都有关联 参与这个生日活动 在全世界又多了很多朋友的感觉 很开心 温馨的气球卡片 一样也没少 就连国内少见的上线式车门 GT版也现身 庆生车队打算环台一圈 不过这辆跑车发源地美国 庆祝场面更热血 即使的切割工具闪着火光 接着拆掉挡风玻璃 整辆跑车被切成三段 在一节一节搬进电梯里 这么大费周章 目的地是美国帝国大厦 86楼的广场 因为50年前野马第一代 就是这样亮相 不过说到超跑庆生 意大利超跑蓝宝尖宁 2013年50岁生日时 同样大阵仗庆祝 选在美国迈阿密机场 一字排开 和飞机竞速 测速员大骑一挥 骑百匹马力的敞篷超跑 狂奔而去 结果速度是330公里 比克机起飞的时速 290公里还要快 法拉利60岁那年 台湾也有超过30辆 总价6亿的 红宗列马环台接力 自然又是吸引 大批车迷围观拍照 不论是重现经典场景 或者拉风上路 跑车庆生方式各有不同 但同样能拉近车迷距离 也借此展现品牌精神 记者吴亦荣说文杰 综合报道 好